畫面中可以看到粉絲等了一整夜 韓國女團BLACKPINK終於出現小港機場 歌迷們興奮尖叫高喊成員名字 目睹偶像風采 團員們也揮手打招呼 回應粉絲熱情 但您看一段現場畫面 韓國女團BLACKPINK 19號晚上 因為韓國機場大物搬機改旗 直到20號早上7點多 才搭乘搬機離開台灣 率先抵達機場的是LISA的保姆車 她頂著蓬鬆頭髮素顏下車後打哈欠 一發現粉絲的聲音趕緊捂住嘴揮手道別 另一名團員Rose下車後 不但送給歌迷手指愛心 還鞠躬揮手 是四名團員中停留最久的 而GISU和JENNY的保姆車 則是最後一起抵達 GISU頭戴黑色帽子進機場前 轉身高舉揮動手臂和粉絲道別 JENNY則是頭戴白色帽子 身穿米色上衣 下保姆車後就趕緊進入機場 結束42小時的快閃行程 就對了